说完了元宵节 咱们再来看一看情人节 毕竟元宵节和情人节在今年来说是在同一天 南国早报有消息 说公司给单身员工放了一个恋爱表白价 每个人还报销200块 2月14号在网上流传着南宁一个公司 有一个情人节的放假通知 大体的内容是 今天是2014年中国的元宵节和西方的情人节 公司工会为关怀单身员工的感情生活 经过研究决定 给予2014年下午半天的放假福利 并且予以报销一定的费用 用于购买玫瑰花 巧克力 电影票 礼物等约会用品 额度总计不超过200块 那么表白成功的可以填账单来报销 而表白失败的 还要写500次的检讨书交给工会主席 这个通知也是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称赞 纷纷表示说羡慕嫉妒恨 说你们公司还招人吗 你们公司也管理贪人性化了 你们的公司待遇如何如何 要不要跳槽 这家公司的员工黄先生也表示说 他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是震惊不已 以为是开玩笑 毕竟情人节元宵节不是国家的法定节假日 但是公司真的给员工恋爱表白 而且他当时也多次询问领导 说是不是真的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而这位公司领导也表示了 说写检查纯粹就是一个玩笑 其他的都是真的